今天來錄就是男團的選秀節目 就是有沒有看到這些年輕的選手 什麼特別的感覺呢 我覺得他們就是有很多夢想的少年們 那我會盡可能的去提供一些 我覺得不錯的建議給他們 她說是啊 其實我也是看著這些年輕的選手 就會回想到說 哇,我其實是有這樣子的世界的 我以為自己的印象 是一個很好的說話 一個很好的說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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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比較適合的說話 那如果考慮到我自己的形象的話 其實可能本來會覺得說 是可以變成是善良的導師啦 溫柔的、講好話的導師 可是其實她很希望說 可以對選手們造成就是好的影響 可以多給他們一些意見 所以這次的話 她比較傾向是用比較銳利的 評論的方式 然後來進行這一次的節目拍攝 我想問因為她之前是當紅時期 就是談戀愛沒發現 那她會覺得選手們就是 可能暫時以事業為主 沒有 喔 機會有時候抓到 說話 她說沒有,我想跟選手們說 有機會就好好把握她 你跟選手談戀愛 那麼,如果在演藝都沒關係 那麼,如果在演藝和在演藝 有什麼關係 勇氣呢? 她說當然啦 戀愛要顧,工作也要顧啊 我是想跟他們說 請你們鼓起勇氣去做這件事情嘛 她說如果談戀愛的話 其實對創作音樂是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你就是有這個戀愛經驗 可以使用在音樂上面 我跟他們說真的有好幾天 我們有這個戀愛 今天又也不會有這個戀愛 有這個戀愛 有什麼好幾天 我跟他們說 是對創作音樂